一顾大陆前领导人江泽民病逝后 他的遗体已经用透明的棺木 从上海移送到北京了 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 12名礼宾抬着灵鹫 走下了专机抵达了北京 而从央视播出的画面可以看到 透明的灵鹫隐约可见江泽民的遗体 上头覆盖着红色的共产党党旗 还戴着招牌的黑框眼镜 灵鹫送到北京之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大陆高层政要 在机场亲自迎领 并且向江泽民的遗体行三鞠躬 而根据江泽民的智商委员会公告 追悼大会定在12月6号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而当天全中国也会默挨三分钟